小熊奥菲系列故事 春天什么时候来 奥菲快进来 熊妈妈说 现在我们该睡觉了 等你醒来的时候就是春天了 春天什么时候来呀 奥菲问 我怎么能知道春天来了呢 熊妈妈回答道 当你看见花儿开了 蜜蜂和蝴蝶在头顶上飞舞 那就是春天来了 于是奥菲全成一团睡着了 睡着睡着 奥菲醒来了 可是她看不出春天来了没有 于是她悄悄地走到洞口 垫起脚尖 揉揉睡得迷迷糊糊的眼睛 往外一看 蝴蝶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奥菲大叫起来 妈妈快醒醒 快来看这些蝴蝶和花儿 可是等熊妈妈出来 就只看到了纷纷飘落的雪花 她对奥菲说 冬天才刚刚开始 回去睡觉吧 可是春天什么时候才会来呢 奥菲想要知道 等到燕子来了 小鸟唱歌了 那就是春天来了 熊妈妈困得连话都受不清了 那好吧 奥菲又传成一团 奥菲又传成一团 既是睡觉 等奥菲一觉醒来 心想 现在春天一定来了 她轻轻地走到洞口 往外一看 树上有鸟 妈妈快醒醒 奥菲尖叫起来 春天来了 鸟儿在树上唱歌呢 可是 等熊妈妈出来了 却只看到树上挂着的冰淋 听到寒风吹过树枝发出的哨声 你是在做梦呢 奥菲 熊妈妈说 赶快回去睡觉吧 可是妈妈 到底什么时候春天才会来呢 奥菲问 这时熊妈妈已经快睡着了 嘴里含糊不清地说 等到阳光明亮 天气暖和了 那就是春天来了 奥菲只好又钻到床上去睡觉 等他一觉醒来 心想 现在春天一定来了 奥菲摇摇晃晃地走到洞口 往外一看 明亮的太阳 妈妈 你睡过头了 奥菲塌声叫道 快醒醒 春天来了 看 太阳出来了 天气好暖和 好舒服呀 可熊妈妈看到的却是猎人点燃的篝火 她立刻把奥菲推到一边 对她说 你赶快回去睡觉 等春天来了 我会叫你的 奥菲睡着了 睡得很香 还闷见了蝴蝶 鸟儿和阳光 突然 什么冰凉的东西碰到她的鼻子上 把她惊醒了 原来是一小股泉水 从洞里流过 奥菲摇晃着妈妈 想让她醒来 熊妈妈不耐烦地嘟囔着 奥菲 我最后跟你说一遍 现在不是春天 可是奥菲不停地拍着妈妈 终于把熊妈妈叫了起来 他们蹬蹬地走到洞口 往外一看 真的是春天 温暖明亮的阳光 照到熊妈妈睁不开眼 她揉揉眼睛 又眨了一眨笑着说 春天终于来了 可我的奥菲跑到哪儿去了呢